看《十里桃花》的时候,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看杨幂,也有一些是为了看迪丽热巴才追剧的。 而凤九这个角色,也可以说是迪丽热巴的颜值巅峰了,也是她的古装扮相巅峰,从此之后出演的古装剧,没有一部比凤九好看的。 人气最高的就是她在天宫的造型,叛当妃子时期的了。 虽然是为了报恩去帝君那里当小丫鬟,但是真的美得跟小仙女一样,长发飘飘的特别美丽,比同为小仙女的众人相比,颜值也不知道高了多少个档次。 如今《枕上书》也开拍了几个月了,关于演员的定妆照也都流传出来了。 不过看完之后,其实很多人都表示挺失望的。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年热巴的五官长开了,不像前几年有少女感了,总感觉这个定妆照不是很好看。 其实仔细看,这个造型比之前十里桃花中,要复杂精致了很多,但是却总让人觉得没有第一部里,那么有仙气了。 或许是因为发型太过复杂的原因,也可能是因为服装面料不飘逸了。 还有一个同样是去天宫的造型,同样的服装风格,但是总感觉不如之前好看了。 也或许是以为热巴最近变瘦了,没有了之前的婴儿肥,所以看着虽然美丽,但是没有了凤九的那种可爱。 而且这个发型和之前的披着的发型,差异也很大,虽然同样很美,但是这个双环发迹,却更像凡间的宫女,不像天宫的小仙女。 除了这两个官宣的造型以外,热巴拍戏过程中的也流出了不少路透照,造型也不是很好看,尤其是那个勒紧头皮的大马尾。 真的一点也不适合热巴好吗?好好的一部剧,千万不要让造型成了大家的槽点啊。 想想之前热巴的每部剧,都是古装造型受吐槽,关于剧情却没有几个人讨论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